战争是什么 他说你连战争的本质 你都不去理解的话 你怎么样 怎么可能能打得赢战争 就是说从本质上 去理解这些东西的话 不仅仅是武器装备 反而是人的素质的话 要和武器装备的这种 能力提升是成正比 这样的话发挥出来的效益 可能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迈入到 战略空军这个门槛之后 我们的道路 会更远 因为你进入到这个房间了 你进入到战略空军这个平台了 它的标准 它对你的能力需求 它的标准它都不一样 我们针对作战任务 已经远远超出 以前的这种 光讲技术和战术的这种层面了 就是说以前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在于操作层面的 操作层面的 只是去驾驶它 在示威理念和作战方法上面 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再加上以后的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话 可能在战术方面的改变会更大 一个是和有人机之间 无人机之间 包括预警机之间的这种 协同配合可能会比较多 你要作为一个引领者 试下飞机 甚至来讲试下飞机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大大体系 包括预警 那个侦察 打击 从一个驾驶操作者 变成一个决策者 这些信息呈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信息 综合的是分析 分析而去运用 以将运用 到我的当时的环境里面 变成一个决策 我决策这个战争 应该怎么是他 这些是在一级飞船 要求你高了一点 他要去带领一个队伍 独立作战 有可能有战斗机 也有可能有轰炸机 也有可能有特种机 他都要有一个大局意识 就是说 我不局限于打船打飞机 我的核心目标是 远处那个更大的地面目标 未来的飞船人 就要想着我怎么去 我们通过配合 有人机无人机 未来的过战 它会越来越精准 会越来越科学 那是我们始终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能说你光飞得高 飞得远 让你来看得着 你只有看到的 才能把这个可能 不可能变成可能